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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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平緩 也非常的密切 但是在這個中間 我們來香港 來研究這個發展的現況 同時來探討未來創新的一些作為 因為我們覺得現況 雖然有達到這個和平 反和緊張的功能 但是也有一點失衡 失衡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事實上兩岸的政治交流 事實上等於是國民黨跟共產黨 兩黨黨對黨的交流 因為這樣就會發生一些流弊 我們明天會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麼同時我們也探討兩岸的差異 在社會上 在文化上 在政治上 制度上 各方面的差異 那我們希望這個差異 兩岸要了解 因為了解 要包容 因為包容 來面對 來處理 兩岸就可能誇過一些內耗 意識形態的對立 共同合作 來樹立一個共生多元合作的典範 為人類的文明做更大的貢獻 大概是我們這一趟 我們在後天結束以後 還有跟香港一些社會福利的團體 有一個座臺 我們正式的在這裡的會是這樣的結束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辛苦大家 好 三個來 市長你剛剛有提到就是現在的交流 比較留於像是國共之間 最後會期許您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或是明天的研討會這樣的模式 可以成為就是之後民共對話互動的一個基礎 我當然不是代表民進黨現在 這個研討會是台灣危險基金會辦的 但是我們來的有些立委 學者也有 大部分也是民進黨級的 當然我們一開始由個人或是這個智庫基金會先開始 因為面對差異或是討論這個差異的問題 都會碰觸到比較敏感法律的一些紅線或是禁忌 所以初期由民間或是智庫 像我們這個台灣基金會來舉辦 也是一種比較謹慎務實的一些做法 當然我們社會也期待說民共也要交流 因為這樣才不會邊緣化 那麼政黨政治才會失去功難 比如說我們最近發生這個 服務貿易協定的問題 那事實上民進黨都在事後才知道 在這個過程都沒有辦法去介入 那事後知道批判反對或是阻止 有時候都是太慢 那只有一個黨在交流 有時候因為每一個黨代表的社會階層不一樣 那每一個黨的這種偏重的政治思想也不一樣 那只有一個黨的時候 在經濟也會發生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人受益 那有一部分人都一直受害 那台灣現在交流這麼多年 創造的一些政治或是經濟的利益 事實上是一部分人在分享 那大部分的民眾其實是受害的 院長我是台灣望報記者洪兆軍 我們也很樂見民共交流 那為什麼明天的機場會議不能適度的公開 讓媒體採訪呢 有公開啊 我們拿到的組場都是公開的 小組 因為那個是學者對談有公開 那個開幕 這我的演講 我認為比較重要 那是公開的 那在討論 那個 小組討論 都是一來一去 一來一去 那個東西他們 要尊重這些學者專家 那 的抗華 他們認為 那這樣媒體再造 大家就 有的人不敢 或是不方便唱首一言 那這個我們應該尊重 會後有沒有可能適度的 謝謝 下一位 民事 謝謝院長 民事 我想要問一下 這是香港的文匯報 那比較尷尬的是 他是寫 民進黨立委 他有一個框 框說謝長平 那好像把你的頭銜是搞錯了 那另外是針對那個 未來事件交易所是說 這邊寫 大概有六成的民眾 是支持你們來訪 就是中國 但是呢 如果是蘇主席的話 其實47.3 你的這個支持度比他高一點 請你回應一下 就是說大家可能 香港這邊的 美學記者 所以不夠認識 首先我很高興 他們還把我當做立委 表示我還很年輕 那已經都很多年的事情了 那 這個 民意反應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有過半以上的人民是支持 民共要交流的 那如果個人 因為我是比較主張 這個要平衡交流 那個才能夠 發揮政治的功能 那所以 我們很感謝這個民眾的支持 你剛才講說六成支持 那非常好 那不是比較的問題 我覺得蘇主席他也有很多優點 他勝過我 好 我們給香港一下 香港第一 相信一下 陳光臣 謝謝你 陳光臣之前到台灣採訪 到台灣 就是對人看上去說 台灣是民主的一個典範 然後說大陸應該也依然酒上 和民主保持 我想請問 對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還有就是 你覺得香港政府在處理 這個民主是所有國家形勢最後的歸宿 有人這樣講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但是民主也有很多缺點 那也有人說台灣民主有很多缺點 那邱吉爾講過 英國首相邱吉爾他說 民主其實有很多缺點 但是我們找不到比較更好的制度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使用民主這個制度 所以我們台灣民主走得比較早 所以當然他有些部分比較成熟 那有些部分也還不成熟 那中國大陸他也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 當然這個還在 我認為是摸石子過河 也在實驗階段 那但是民主總是應該有共同的特色 雖然不同的民主 但是應該是有共同的要素才對 那香港也是自由民主的傳統非常好 那我們這樣來也覺得 你看看這個都是相當的開放 這也是一個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現象 那香港的 你剛才講這個爆料 我沒有什麼批評 我在這裡我不能批評 不過這個事情很諷刺 就是說為什麼美國人的自由 要靠香港俄羅斯來保護 這也是很奇怪 這個我們要冷靜想一想才能提出解答這樣 好 那就這樣子 今天三個問題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讓這個貴賓都很休息 今天當然活動到這邊 明天早上9點就是這個議場開始 謝謝大家今天採訪 今天班機有點累了 不好意思 所以這樣要講幾次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辛苦了 謝謝 感谢观看